我可以錄完就用手機給你 對對對,我們等一下可以在這裡講 對對對,因為我錄完就直接USB到給你做 好好好 那我們就不要那個好,沒有怕會干擾 等一下去玩一那個 沒問題,大家都去做媒體 OK,這樣子可以嗎? 對,這樣子可以 稍微進去,再後退給大家 那你可以幫忙開後面的那個電視嗎 對,它後面有一個圓形的 然後它有一個Power 你按下Power 有看到嗎? 看到 然後它應該預設就是HMI 然後你如果再一次朋友 你應該就可以切換進去 嗯 我們又要先幫我打廣告 你還會秀一些東西 就直接秀題目在這裡 對,直接 貴寶,你剛剛 好啊,我就整個坐過來 好 你要這樣排對不對 好啊 直接坐過來 好啊 現在 民視的關掉 中央視的關掉 哈哈 我覺得其實剛剛 胡亥寧問的還不 就是 比我想像中好耶 比你想像中好 比我想像中好 不是,我是說這種綜合性的 我通常就是 會覺得他們可能 會不會一些比較煩 OK 我覺得它有些 有些提還稍微有點 讓你 有講到一些 有些提是網友提的 對 可是我覺得它 主持上 對 我覺得它主持還不錯 還不錯 這樣 好,我們八卦別人結束 開始錄 主要就是說 您九月底才剛去 你們現在參加那個 社會藉事件聯會 回來 就是 那 現在是說我們已經準備要 決定要自己辦一個 亞太區的論壇 是嗎 對 其實這個是因為 本來我們是想要爭取 就是 SEWF的主辦 那但是後來他們是說 因為他們好不容易在 就是非洲 有 就是 有人願意辦 而且看起來也好像是 非常認真 那 因為之前在非洲大陸 他們一直沒有非常多的據點 所以 他們覺得說 把那個網絡的拓增到非洲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說解決社會問題 當然是會越多的地方 越需要社會企業 所以我想這樣子講出來 我們也不能說怎麼樣 那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就是覺得說台灣 一切條件都很棒 那一年 他們也不一定只辦一次嘛 對 所以他們自己也有在想說 愛玲寶之後 是不是要往一年兩次 所以 台灣就有點像一個pilot 就是說我們在他們 決定這件事之前 先試試看說 我們如果在五、六月半 然後他們在九月、十月半 的這樣子的節奏 國際社群是不是能夠接受 那如果台灣也辦得很好 那也許他們自己未來 也可以朝著這樣子 合作的方式說下去 那從台灣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們離他也沒有太近 所以並沒有別苗頭的問題 是可以是同一批網絡的講者 在這邊聚會一次 然後再回來引爆這樣 所以可以說他們 他們自己有在考慮說 印度要辦一次 可能他們就是主要的年會還是一次 但是像我們在國際上 好比像說 所謂的網際網路的治理的論壇 IGF 它也是大會歸大會 對 然後各個地方的區域性 歸區域性 那區域性一年就可以發生好幾次 這樣子 所以他們也在想各種可能的模式 那台灣是因為很能夠去鏈接亞太 所以至少亞太去台灣當作 我們叫第0次 這個實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你說第0 第0次 就是因為事實上 這不是他們的一個常規性的東西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是做做看 那如果做得好的話 也許我們的模式也可以給他們分享 也許他們之後就是歐洲或者是南美 或者是等等 他們也可以用類似的模式去辦 是 那我們當初 為什麼會想 主要是爭取2019 這個時間點是不是有特殊的考量 倒還好 因為其實就是排隊 這是最近的一個可以爭取的位置 不過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他們會一直想要多發展 就是社會問題更多的開發中的一些地區 所以基本上就是可能南美 或者是其他地方 更需要社會企業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所以台灣可能要等這些都輪完 才會輪到台灣 如果我們是用年會的角度來看 所以不要說2019爭取不到 20也不行 我就很誠實地說 對 那我們這次為什麼會想說 台灣自己來試試看 自己能出辦一個聯邦區的一個問題 我想有幾個意義 一個是說台灣自己 我們實際這次去紐西蘭 官方去了10個 民間40個 那不但是最大的一個團 而且是我們的講者也是相當的豐富 我們有五個Session 然後包含我主持的Session 然後Karen等等 那我們在Pitch上面 這個重設企業表現得很好 也就是說我們從任何角度來看 都是一個社企業的連帶 或者社企業政策 非常完整的前段版的一個地方 所以本來就有很多可以分享的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自己會希望台灣的經濟 未來走向更 我們就是Social Mind的這樣一種經濟 所以如果我們建立起這種跨世代的創業 用來解決社會問題等等 就像剛才在那個直播裡面講的 一個好的人才 他透過我們外國留才兩才專發來到台灣 他投入一個社會企業 解決在地的社會問題 他跟這塊土地就有感情 未來說不定他待很久還適用過幾法 那所以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比較能夠留住那些 想要造成社會影響力的一些創業者 因為我覺得對像我們這一輩的 就是學這種creative的技能的人 你薪水高到一個程度之後 就沒有差別了 就是錢再賺也就是這樣子了 但是社會影響力那個是對我們很有吸引力的 那所以我們覺得說這個是 接下來一個很可以發展的 也切合我們現在所謂的 就是永續發展目標外交的這樣一個概念 那我們是不是在今年參加聯會的時候 也有跟他們主辦方的一些比較 有在交換影響 有主要的兩位 大概同位的狀況大概就是 我想他們一直在講說 ACWF這個網絡他們還是以民間為主 他們也不會覺得說 是官方來主導議程 官方來辦 他們會覺得說 這不是特定政府的一個宣傳品 他們在意的是 國際的社會創新的生態權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很好的一個提醒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籌備的時候 也是很明確就是說 我們會讓民間來設定議程 但是政府提供必要的資源 講到我們政府提供必要的資源 我們之前好像部會之間 也有在稍微準備要談點說 我們可以提供什麼樣 那是我們目前初步這樣子看 政府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我想有幾個 一個就是地方政府 因為我們辦任何大型活動 大家都知道說場地跟交通 就是兩個最大的費用 那一些明信講者那個可能再說了 但是場地交通是跑不掉的 所以我想我們很需要的就是地方政府的支援 因為不管場地還是交通 尤其如果我們要結合所謂的非都縣市 就是所有的可能有社企團隊 可是他們不是就是我們平常在台北 會看到的團隊的話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非常需要地方政府 不但是出現出力 出空間 而且還要去出他們當地的人脈 去聯繫到就是當地感興趣 一起來共襄盛舉的社企團隊 那所以我想地方政府的支持會是最首要的 那當然各部會也都很願意支持 因為他們都有現有的計畫 那之前外交部當然沒有馬上進來 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把這個定調成外交的一部分 那如果真的叫做亞太論壇 那就跟新南向是切合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請外交部進來 那部會資源的部分 就是說就像預算的部分 之前是不是有討論說 當然因為是民間主辦 可能目前也只有數部會 但是如果說至少就預算上可以支援到什麼程度 那什麼程度 就數量級嗎 那就是這個百萬的程度 但是沒有到千萬的程度 是預估是可以到百萬嗎 那一定可以到百萬的程度 因為目前預算都已經在送 對但是我覺得這裡的重點是說 它不是讓部會全部吸收 我們民間的朋友也是說 就是說他們也不希望說 變成好像完全免票入場 或者是完全不收費 如果是有一些知識性的一些工作方 或者一些實作等等 他們也覺得說 好像也有迫害行情的可能性 這個在未來就自然會看到 那所以我想這個部分也是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不是好像一下子 就是放個煙火 相反的我們這一次它設定 也不會是再做到完美 而是說我們把這個模式做出來 這個模式一方面 是我們可以跟國際分享的 二方面是接下來別的地方現實 如果也發現說他們也想辦的話 那這個模式也是可以去轉移 那這次如果辦得好 也許隔一年我們的投入的資源 我們現在的預算已經訂了 對那所以我想同樣是百萬等級 也有很少跟很多的差別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還在盤點 所以百萬等級是指說 政府這邊就可以提供的預算支援 還是說整個活動是百萬等級 但是政府跟民間怎麼分擔 這個還要留意 我想我們這個完全尊重民間 就是他們的概算表 我們也才剛收到 那我們收到的 以我們已知的部會 可以抗密的程度 我們可以提供到一個程度 說不定民間還覺得說 他寧可我們把這些資源放在 好比像說內容上 好比像說宣傳上 好比像說這些東西 而不是直接去抵他的門票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完全尊重民間的朋友 所以現在應該是確定是說 他應該會採收費的方式 我們上次談的時候 他是說 至少有某些部分 還是失收費的 但是也許有一些活動 事蹟或什麼東西 也許不收費 這個是完全尊重他們 因為SDWF 其實他海南價格部分 就是因為他 因為他當然他 他安排的行程是非常的 綿綿 或者甚至他做 那整個優更 跟收費用跟那個 所以我們這個也會實際 比較實際一點考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就是 收費企業的企業的部分 就是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個商業模式 那完全靠政府吸收 我覺得 短期也許可行 但長期我們還是希望說 就有點像我們這個社長中心 現在我們還是有一個 使用者付費的理念 但是當然場地費 目前也還在建置 是政府吸收 可是我們也希望說 四五年之後 慢慢也許民間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個是最基本的想法 就是社企業是希望 越推動 民間越能做政府做的事 而不是越推動 政府跑去做民間做的事 這就是倒過來推了 那地方政府的部分 應該說我們現在有沒有 比較鎖定 可能會在哪個 現實做主辦的一個區域 這個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分享 對 有人在搖頭 對 因為我知道這題目是蠻要務實的考量 就是說 台北市的話當然會是一個 你能夠匯聚最多資源 或者就是說 相對能夠參加的人比較多 但是走出台北市 會選擇一種考量 就是說 尤其我們現在的社會企業 這麼多人 很多可能是來自 譬如名部落 或者是農業的 所以他們只是可能 未必都在台北 你說交通方便 就是對台北的人交通方便 還有對這個北邊的離島交通方便 對所有其他交通是比較不方便 對那所以其實這個是 是頭中腳輕的了 那我們在這邊開幕的時候 就是院長賴醫師也有說 他是說 如果我們社會企業是要 就是有社會使命 用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 那最有社會問題的地方 當然不是在台北市 對那我想這個是很明確的 所以我們會試著去走出去 但是至於談的順序 那這個我們尊重民間朋友 沒有辦法就是幫他們決定 對 那回頭講一下 剛剛就是譬如說你跟 或是他們 就是有沒有 他對於我們要辦一個這樣的活動 還有什麼樣的建議或提醒 有他們當然除了就是說 要讓民間有議程主導權 這個他們很清楚之外 另外一個我記得蠻清楚的就是說 他們很希望台灣用一些創新的模式 他們也想要有某種聯名 就是可能in partnership with SEWF 可能大概不會是SEWFX 就是說有各種方式 那但是他們很 從我的角度來看是他們很樂意 在這種聯名或廣宣或網絡上面 去幫我們一些忙 那當然他們也承認說 不像就是他們的年會 是他們要對議程有完全的控制權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辦這個是一個創新實驗 所以他們並沒有要這個控制權 但反過來講 意思就是我們要自己來 對那所以我想這兩個態度 他們都很明顯 對 那我們已經 那等於說他們有本態說 希望是可以 以有點像合辦 或者是共同聯名的方式做 可能就是聯名了 聯名 這個已經是確定的 他們很願意往這個方向談 但是聯名的實際的format 是in partnership with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 collaboration with SEWFX 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再來談一下 還是聯名是一個 聯名是他們很願意的一個方向 但是就是具體聯名的形式 他們也要再討論 那另外一個也是 我看本 之前跟一個也是推設計 蠻關鍵的人 是馬進華 對 也有交換意義 那他是不是也對我們這個 因為尤其他也是香港 對這個很重要的地方 比如說如果我們是要一個打太區的話 他的想像上 他也會有這種 有 他其實非常願意參加 而且他們發展出來的那一套 就是足跡式的認證系統 不是說你是社區或不是社區 而是說有出階的 有進階的 有高階的等等 然後這種分成不同的層面的 像我提出來的 就是在TEDX提出來的這個 社會層面 企業層面 治理層面 環境層面等等 其實很多是受到香港的影響 那就是說他們不會只強調 就是我傳統上 CSR可能是這個部分 或傳統上 團結經濟或合作經濟 可能是這個部分 那就是傳統上不同的流派 強調不同的三角形 那他們很強調是要併重 對 那這個併重我覺得很重要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也了解到事實 就是你不可能一家 新的社會企業 就四個層面都做到滿分 這也不可能 你的社會使命 一定會帶著你往某些方向走 那這個OK 只要在這個形形裡 就是設計的一部分 那這個就是大傘的概念 我覺得它就是 不但只是概念 而且把它用就是標章的方式 實作出來 那這個真的是我們可以考慮的 我們這次設定是亞太 我說我們有沒有 稍微開始談點說 東南亞在發展設計上 他們大概有哪些趨勢 或者是說可以做完更無邊境的部分 其實台灣之前本來就跟這些有一些合作 不管是雙邊的 還是一些網絡 像AVPN網絡 或者是B-Labs網絡 或者是這些其他的網絡 那我覺得大家在不同的就是亞洲 或者是我們說東南亞這邊 大家在解決的社會問題其實都差不多 那我們做社會創新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我們做出來的模式 尤其是一些如果是軟體或技術方面 這個輸出非常的快 我們之前在做公民科技 那個也是社會創新的一部分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大家都是 像說民主化才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會需要一些透明的 一些去監督投票的一些這些東西 那同樣的道理 解決就是在地的生產者組織問題 解決在地的小農的問題 解決在地的可能身心障礙者的問題 等等的方式也都是共同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去這一次SCWF 當然聯合國也有辦一個Session 那他們當然用SDGs去框 也是框得很好 但是我們就發現說有一些load 像原住民族 它就可能是台灣這邊 尤其是跟西蘭 或者跟很多南島語系的民族 我們還可以在原住民族上面 再去做好像第二層外交關係 那樣的一個東西 那原住民族相關的概念 可能就不是這種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後 跟合作經濟合流 變成社會企業的這種概念 也許他們本來就是沒有私有權 的這種想法裡面 去發展他們的社群的經濟 那所以我覺得說 這種翻轉本位的做法 當然紐西蘭一直被拿來當翻領 就是所謂的雙文化的這個組成 那但是他們當然做得很前面 然後比方說可以給一條河 一個人格權 然後他就是法人 在董事會裡有席位 然後他可以一個政府的人 跟一個當地部落的人 當他的代理人 然後如果你威脅到他了 他可以行使否決權 如果他有股東分紅 你就投資到那條河去 這個在全世界都是少見的 但是這個確實是原住民的 價值觀出來的東西 對那我覺得台灣現在 就是遠轉才剛開始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 因為他可以挑戰我們很多 習以為常的 對地球的博學的 這樣一種思維 所以這個是紐西蘭 他們特殊的經驗其實是可以 在跟我們台灣的推動遠轉上 對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可以有一些交流 對那這個跟社會企業的想像 就是說那個連結 可以舉例看看 比如說他們紐西蘭在推哪一塊 可能是我們台灣 有 其實我這次去他們基督城 他們是在大地震之後重建 他們六年重建的速度 差不多等於我們921之後 六個月的速度 也就是說非常非常慢 可是這個非常慢的原因 並不是沒有效率 而是說他們當時特別推動了一個 所謂地方再生的一個法 那這個法的做法就是說 首先大家都有保險 所以其實真正的財務損 是沒那麼多了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們希望在這個重建的過程裡面 讓社區去參與這個地方的重新定義 去讓這樣子重建的過程 使所有人是更凝聚 而不是更疏離的等等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非常花時間 可是他們也在這個過程裡面 去更看到說 好比像說毛利人要怎麼參與 毛利人參與過程裡面 是把他們的文化的一些很多的細節 包含他們去辦小學 他們辦自己的學校 那不只像我們這邊當然有說全族語 那他們不是全族語 是全文化的一個教學 而且有就是 血統上不是毛利人的 也進去去參與這個社區 那我覺得就是說 他們不會把自己看作 是一個文化的弱勢 好像是政府要來保護 相反的這個地方 他們的憲法就是 原住民跟來的人簽的一條合約 所以他們是拿著這個契約的精神 說現在地震了 我們重建的時候 我們要用這個精神去重建 所以才會有剛剛的那個什麼 一條合約有法然格的概念出現 所以我覺得這些 當然對我們都是很挑戰傳統思維 但是其實每一個都具體可行 所以好比像他們發簽證 我們現在發外國人才 那他們也發外國人才 可是他們的人才是發什麼 社交影響證 你要來改變社會 解決社會問題 我就發簽證 不是看你有多少錢 那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像這些概念 都是我們可以選 所以他們有 他們在發簽證上 有一個這樣子 對叫做Global Impact Visa 就是說你要解決SDG問題 那而且他的民間的那個 Edmond Hillary Foundation 就會撥一筆錢來贊助你 就有一個人到紐西蘭 專門來設置法律的架構 來支持一條合約 可以坐山一棵樹 樹可能不可能 一個森林 都有法人格 的這樣子一種概念 那這個確實需要專業的法律團隊 那他就不是來賺錢的 雖然也許也賺錢 但是他就說 我來解決你們這個社會問題 這個時候這個外國人才 他就要發Global Impact簽證 而且也投錢給他 所以等於就是所謂的補助 跟投資跟創業都吸引來 可是他來是為了要改變這個地方文化 那我覺得我們真的很值得參考 那我們在明年半日會台上落 目前大概希望時間點 可以在什麼時候 大概5月中到6月中間 5月中到6月中間 這個是跟SEWF做一個區域 那有期區域 對對對 就是時間上稍微 我們快在8月的話 那就是平常了 對 所以就是希望是在5、6月之間去辦 那議題上呢 因為其實我們看這幾年 SEWF就是其他的討論的議題 其實都還 當然會有一兩個創新 但是我覺得大家核心關注的 那幾個問題是相似的 包括政府跟民間之間的角色 以及說社會影響力 要怎麼去評估這件事情 或者就是說 到底要不要去定義 社會區域 那我說就是我們辦這個年會 因為過去其實也有過 類似的一些會議 那我們這次辦會比較希望說 我們會有比較創新 或者說比較核心的 要去釐清 或者是希望促進多一點討論的部分 對 我自己的想法 當然就跟剛才說的一樣 就是說我自己的目的是 大家都不明覺裡 就是覺得這個東西不錯啊 很厲害啊 但是講得出模式的人不到兩成 那而且你出了雙北 這個數字就更低啦 那所以我們目的當然是 希望大家都更知道 社會企業的一些具體案例 在台灣的這一邊去擴散 那我自己有另外一個想法是說 當然我們知道 合作團結經濟一直是設計的 這個散的散注嘛 對 那但是其他的型態 就是公司型態 CSR的朋友們 NPO直接進來的朋友們 他們在散源 或者甚至是在中間 我覺得比較不是去分內外 而是說在裡面的需要外面的生態系 在外面的也需要裡面 做出一些實際的成績 解決社會問題 這整套才做下去嘛 不然我們就分別喊幾個運動就好了 也不用融合起來 變成社會企業運動 那所以這個融合性的東西 是我自己在議程設定的時候 最看重的 然後也會希望我們邀的國際的講者 或一些議程能夠反映出這種 在不同的組織形態中間去做跨界 或者是在不同的領域之間 不同的世代之間去做跨界 的這個目標 可是這個超抽象 為什麼超抽象呢 因為具體的要主辦方來確定 我們不是主辦方 我們沒有下指導旗下到那麼細 但是我自己個人的希望是這樣 是是是 我理請一下 我們這個算是 SWF第一 可能說它第一次以裡面的方式去跟其他 它第一次 in partnership with 這個東西 對 所以這算是一個我們 社會創新 是我們的第一次 對 SWF來說也是第一次的場式 所以這其實還滿去意義的 對 是 那 就 講者 因為剛剛其實有提到一個概念是明星獎者 對 就是說就是我們會有信心 或者是已經 因為當然我們剛才是 才要做這件事情 或是說 我們會找來一些比較 這樣比較大咖的人 做一個 吸引 或者是說 它有一個重量性的一個這樣的案 其實我現在算是滿熱門的國際獎者 我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面 這個包含在 就這個週末嘛 就會在巴塞隆納跟倫敦 然後之後又到那個 里約熱內魯 然後 很多地方啊 然後又回倫敦 然後再到智利 都會給演講 那只有智利是實體去的 其他不是用浮空投影 就是開機器人 就是開VR 那所以就是說 我想我們的特色 在台灣的特色 就是我們有很好的技術團隊 我們即使明星獎者這個 他人在地球的任何角落 甚至他在火星上 我們都可以想辦法去把它接進來 對 那所以這種就是所謂遠端的參與 我覺得是我們這一次 又別於SEWF的一個 也許可以去開發的一個特色 那因為因為SEWF 從來沒有過這種東西 對然後 他們這次的女性已經很進步了 提問可以用Slido提問 對 那但是我們當然Slido 也用的很純熟 但是我覺得 我們就可以玩更多的這種 遠距的 多現世的 或者是 就不只是直播 而是 可能過正是近 等等的這樣子一些參與 那這個部分 在台灣 因為我們試得那麼熟練 所以成本都很低 而且怎麼樣都比機票很便宜 對 所以這個程度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討論的 對 因為你剛剛講的 你剛好自己會去這麼多地方 對 對 就是你自己分享的東西 也順便了解 對 當然 超過這種東西 對 對 對 我覺得這個所謂的明星角色 其實它可以是很多元的第一 就是說我自己去參加過一次 那時候我覺得 我覺得 比較特殊的是 有一些 曾經帶過官方的角色 沒錯 因為 明天的交流 其實就像以前講 其實是不少 一直都有 可是我覺得 大家比較少聽到 官方在裡面 扮演的角色 包括我們去分享 其實包括 跟黃燕政委 之前去分享 大家都看中的是說 你一個台灣政府層級的人 告訴我說 你是怎麼用官方的資源 去推動這件事情 那 我們在疫情安排上 是不是 比如說 或者是 獎者的安排上 是可以更打破CM 我不知道 除了譬如說官方之外 還有什麼想像的 當然 我們很難直接邀請 一條和一個森林來演講 但是 我是蠻期待 就是這一類所謂環境代言人 或社會利益代言人 的這種 新興的 法人概念 的這種東西 但是 我想最後還是要尊重主管單位 因為畢竟策展是在主管單位 我這邊能夠提供的就是說 像 之前WCIP 也有社群設定的議程 就是Civic Tech Test 那在裡面 其實也是我去 好像說 馬德里演講 去各個地方演講的時候 就是說 這個 我現在去 所以你們也要來台灣 所以 因此也 可以抓了一些人來了 那所以我想 未來我還是會繼續 往這個方向去做 但這個名單 不是口袋名單 我塞給主管單位 他費用不可 他只是可以邀請的任何 對 講到主管單位 我們現在已經確定是用設器流 那邊幫我們規劃 對 這個 OK 因為主次搞東西 我現在也不能說不是 應該是說 這個 設器流本來就會辦設器流年會 對 而且設器流的年會本來就有 一直在擴增它的scope 一直在擴增它的範圍 那我想之前最大的設定上的一個差別 只是說 大家也知道設器流販的地點 可能比較是在北部 對 那所以我想只有這一點上面是 有點我們跟他們有一些討論 那其他部分其實是他們本來就比我們行的 對 對 那 就 時間多長 或什麼 目前也還沒有通過他們的系列 譬如說要是幾天的 然後要不要有這個tour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也要等地方政府確定 因為地方政府能不能提供tour 其實也不是主辦單位說了算 他們要雙方抹合等等 所以我想這個就沒有那麼細 但是應該不止一天了 對 那這樣聽起來是很 應該會在台北市之外 應該以這個為原則 當然如果繞完一圈 又回到台北市 也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只是我們不會從台北市 目前希望是走出去的概念 對 這個就是回到就是院長在這邊講 對 台北市的社會問題 比起全台灣真的是少一些 是 那 這次官方跟民間 我比較好奇的是 譬如說剛剛講的外交部的角色 對 我們有初步跟他們交換意見說 譬如說他們可以扮演什麼樣的 對 外交上的 是 我想一方面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是外交部要比較好邀的 那由他們的相關的私去邀 那我想這個是他們最基本可以做的 那另外就是像您剛剛說的 如果邀的人本身具有官方色彩或官方身份 他們一定可以幫忙評估 那如果這個有外交意義 那也許他們可以賦予它更多的外交意義 但是我想這個都是他們是回應需求 就是說主辦單位覺得這個人重要 那外交部再去approach這個人 不是說外交部就塞幾個人進來 當然不是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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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大家最近都在關注說其實您上任一年 就是過去一年感覺你比較多的重視其實放在開放政府上 當然你三個業務時同時也在推動 那我說開放政府上大家比較明顯可以感受到 可以了解連署平台越來越熱 四百萬人快變五百萬人了 再做一些嘗試 那我就說最近你在社會界線上也開始放越來越多的重心 那是不是有點也是希望說你第二年的那個重心 稍微往那個社會界的這個公主來稍微弄多一點 不過我比較會是覺得這是相輔相成的 因為我們開放政府所謂的透明跟參與 這是大家比較好想像的 對 那但是所謂的克責 它的意思是說 決定做成的過程 大家也要知道 不是一次性兩次性的透明 它是透明的聲謊 那然後寒融的意思是說 本來根本就是平常不會上網參加公民 就是參與平台的 也要能夠去用他們熟悉的習慣的方式 一起去討論去參想社會政策 寒融的部分 那所以其實只做透明參與 我們已經做到一個程度了 那接下來如果要把克責做好 我們就要有一個從頭到尾的政策 都是跟民間一起形成的 這種長期永續政策的這個概念 那之前還有比方說 處理電競選手的權益 我們處理完就處理完 它就跟運動選手一樣 現在這個體育帶向協會都要成立了 那其實沒有什麼好平權的 已經平權了嘛 對 所以這種平權性質的你做完了就做完了 可是像社會企業沒有做完的一天 因為社會問題永遠有新的 所以這種持續性的政策 更適合來讓大家看到開放政府在深化之後 所謂政策語題到底長什麼樣子 所謂把討論的過程帶到每一個不同的地方 到底要怎麼做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在克澤跟韓融上 我覺得我們靠連署平台 或者是靠之前電競這些東西 它可以到一個程度 沒有辦法到非常深 非常永續 但是透過我們每兩週一次的巡回 透過在這邊的office hour 大家就會看到說 更深化的政策語例形成的過程 韓融怎麼樣到每個角落 到底要怎麼做 那我們的目的也是示範而已 所以我們是拿設計當作開放政府的示範 謝謝 我們所謂每兩週一次的巡回 因為我們都是 行政院在外面的地方 就是做了一個等等 那有些設定是說 我們這個所謂的巡回 要是一個維持多久的一個這樣子的循環 然後這個會不會設定目標就是說 希望聽完這麼多的意見之後 我們會不會回頭在社會界的關係政策 或者一些方案上 我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對 當然是無限期 所以就是會一直這樣巡回下去 然後其實我們之前已經巡回過一輪了 那一輪我覺得很棒 就是說我們暗自管考 然後就是我們幕僚也做了非常多功課 去把各地碰到的同樣的問題 但他們不知道在不同的地方 大家都碰到同樣的問題 去用類似貼點的方式把它整理起來 那這樣整理起來之後 部會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 不但提到我們兩個月一次的社區聯繫會議 進行討論 而且也具體的回到提案人那邊 那我覺得如果提案人覺得說 不對啊你這樣只解決了五成 沒有解決要剩下五成 之前電競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提案人自己就會回來 然後說還有一半呢你們人呢 這樣我們如果每兩個月都會回到同一個地方 他會覺得比較安心 他不會覺得說好像這次錯過了就沒有了 而且說兩月之後又會再回來 所以我們是暗自關卡 就是這樣 那前一輪這樣子聽下來 有沒有哪些時候呢 立管已經覺得說 希望他們遇到的困難要排除 或是什麼具體案 有 其實有很多 不過我這邊講個案會掛一漏完 所以我把它匿名化一下好了 對就是說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政府 除了就是所謂bind power 買到一百萬政府出來頒獎之外 更能夠更積極的去做這種 聯合行銷 聯合宣傳策展的工作 而且離台北越遠 這個需求就越強烈 那這個是很明白的 所以我們這次在社創中心這邊 所謂的雙東特展 其實就已經回應了這些朋友的需求 就是說我們是從最南部開始 慢慢慢慢往北 那這個也是當時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 就是說這個地方雖然在台北 但它的內容 它的call to action 大家來出錢處理 應該是從最南邊開始 慢慢慢慢往北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具體的 那至於就是包含就是 所謂線上O2O的一些通路 或者是大家能夠共享的一些資源 然後創業需要的一些資源 它轉型到合作社形式 能不能夠有一些法令上的調整 比方說目前所謂的中小企業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信用保證機制 其實對合作社或對NGO形式 其實是不那麼友善的 那所以所有這些部分其實都在調 那像公司法大家都覺得第一條還是改一下 就不要公司引力為目的 至少它的社會使命寫上去的時候 章程大家可以看 那這部分我們就已經拿入公司法了 所以我想法律是容易的 法律我們大家有共識我們馬上做 那社會的氛圍 它不像說大家覺得認知度不足 行銷程度不足 那個我們就是跟民間一起做 我們沒有一個幻覺說政府 喊出去馬上大家就都知道 但是至少我們再往同樣方向 那問您提到的Office Hour 就是我剛看你在民視的專門 特別提到說 全部都會錄音上出自己 就是說我們這樣的Office Hour 我們希望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的 因為上禮拜是第一次剛開民謀 所以那天應該還沒有所謂的對話 所以您是第一個 對 就是在這裡 我是第一個 那接下來禮拜三 明天我們就會看 當然是會想說 那會不會有人真的過來 那意思是說 但我也在想就是會不會沒有人過來 也有可能 對 對 我是說 因為我們這整個空間都還在行銷 我意思是說 未來有沒有想像的可能性是說 假設來的人沒那麼多 或者是什麼 我們有沒有延展出去的可能性 可能不一定是走出去 但是把這個 你特別設一個這樣Office Hour的概念 能夠把它推廣 我們有很多想法 其中一個想法是 我們可能用360直播 然後把我們的實際去哪裡 尤其是地區性的形成 讓大家用高解析度的360 等於跟著我走 其實之前我們在布公南苑 在那邊逛展的時候有做過一次 但當時當然用的LUNA是 他們才剛出來那個校正啊 拼接啊 都還沒有做得非常完美嘛 但是現在技術比較成熟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有比較高畫質的 這樣有個好處就是說 社區大家常常聽一些故事 說這個讓地方再生 或者是讓一些災民重建等等 可是畢竟你很難想像很難腦補 如果沒有那個生活經驗其實不知道 但是這種高解析度的360 至少你甚至不用戴VR 你稍微感受一下 其實那個感受是感受得出來的 所以這個也是 就是我們運用數位技術的一個特色 那另外一個特色是說 我們會把一些社會創新的一些團隊 好比像說V台灣 V台灣本來就有一個社群 然後就是大家在線上做這種神意式的討論 那這個社群其實之後 也會固定在這邊聚會 所以我們會把一些現有的臨時政府相關的一些 跟我們有關的專案 本來就是PDES的成員也是參與者的 放到這邊來舉行 那所以我想 本來公民科技就是社會創新的一部分 只是以前會跟合作社運動 或跟這些運動沒有那麼近 那當然也有一些合作的例子 像那個透明足跡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是這個是個案 那我們希望未來可以變同案 就是凡是在這邊的進駐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公民科技 他們知道要找誰 反過來講公民科技的朋友們 知道如何放大社會影響力的話 也可以找到社群的朋友 我們在這邊的Office Hour 就是除了實體 這樣子跟你對談之外 我們在那個時段也會開放 譬如說網路上任何的 也跟你對談的事情 你說call in嗎 我不太確定 形式可能會是怎樣 因為我想像上是說 在禮拜三的白天能夠來的 他一定是譬如說他本身的 他的工作性質是比較有彈性的 或者是他本身是老闆或什麼 就是他不會被時間所約束或綁住 這樣子的人 比較有機會是來這邊 確實做對談 我不知道說 譬如說 那個Office Hour 除了面對面對談之外 是不是也有可能 就是運用網路 或者其他的形式 不過還有一個 我覺得前幾次 我會開始認識在這邊 進駐的團隊 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這是base 我們等於就是同事 對 然後您看到旁邊的這四個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目前正在推動 整個設計政策 至少在經濟部這邊的主要的朋友們 所以他們的road map 全部都已經寫在白板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沒有人來拜訪 我們就是在做政策行程 我們就是在上班 那至於說這個過程 要不要全部360直播或怎麼樣 我覺得我也要跟我同事商量一下 我的新同事們商量一下 對 那他們如果覺得comfortable 我覺得有何不可能 所以其實其他部會 相關的做設計的 有些都已經直接拉過來這個作業 對 是這一次才這樣 對 是我們設計出來 而且這也是 這也是我們去巡迴的時候 設計朋友們要的 他希望他來這邊 不是只是跟我談到政策方向 對 而是他有可以落實的 他馬上跟他一對一區隔壁的資訊室 對 因為原本在設計局那邊 他頂多是一個創口 對 就是他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接收問題 對 可是他沒有辦法 對 等一下等幾天才會回你 等一下等幾天才會回你 沒有 現在是和屬辦公 對 哪些部會現在的法會 經濟部的話是困難的 我覺得這邊是 比較是 就是他們相關的一些法人 像就是資色會 或者清場總會 或者所有這些幫助 設計的建制的這些朋友們 但是除了這些朋友們之外 有更多朋友們在線上 我們因為是經濟部嘛 有一個JUKER群組 然後 這個JUKER群組裡面 就放了很多別的朋友 那我們未來下去兩個禮拜一次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會用JUKER這套視訊系統 那就至少是 好比像說勞動部 關於就是NPO型態 內政部關於合作社型態 衛福部關於這個 所謂的社會發展的這些部分 然後甚至包含農社企 然後之前我們去巡迴的時候 有農業改良場的朋友 然後甚至包含 如果是投資相關創會板 或什麼金管會 國發會等等的朋友 以及青年跨時代創業的 教育部的朋友等等 之前我們是全部一起下去 經濟部也不只中期 基礎包含商業司的朋友 那之後當然不可能 所有這些人都抓到實體空間 可是他們都可以透過SKOPIA 這套系統 最多50人大家都在線上 所以我們在進行這個討論的時候 等於所有部會都一起在聽 那即使他當天有事不能聽 他也會回去看出資料 我們這邊實際合屬辦公 我們剛剛說是有經濟部的 那現在就是目前 現在實體進來就是 中期處的相關的一些法人 以及協會的朋友們 那但是在線上虛擬的那個團隊裡面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相關的 社企業務所有相關部會 這是目前的形式 但是我們實際去每一個不同的 地區辦公室的時候 就看當天的限制 他不一定總是進行 但他也可能是別的部會 對 是 我問一下說 我們剛剛提出的那個 是設計大表達裡面的一個數據嗎 是 就是說面對這樣認知度 沒有這麼高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即使像明年要發言設計分檔 我相信來參加 還是會是原本去再關注這塊議題 怎麼說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打開那個 因為來 因為他 有門票 比如說就像我之前去參加的那個 感覺上也是 大家其實是在那邊 在找一個舞台 因為很多是本身有提供服務的 他希望能夠聯繫國際資源 所以他是去那邊認識朋友 對 所以那個 你之前去那邊去參加 我也覺得是有一個門檻在 也就是說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也有講者 他本身就提到說 其實他們有很多人 甚至是一般的民眾 是想要參加 可是因為我們的門檻是墊得這麼的高 對 所以他不一定能夠進來 就是說就是 設計業對 我知道 我想像 對某些人來說 他可能還是一個 可能有錢人才能 去玩的東西 他不一定是消費 因為他不一定的消費 消費有那麼高 可是這個概念好像 已經高到 就是對於一般民眾來講 會不會是 對啊 可是像以我今天舉的例子 你只要下載過Five Fox 你就用了社會企業產品 Five Fox 就是一家社會企業 那我覺得 真的沒有那麼困難 我覺得 我打個比方好了 就像我們社創中心 我們 那 開張的那一天 然後我稍晚又回來 然後就是看辦公室啊 等等 然後我就看到 旁邊的一些民眾就進來 因為我們那個門是開的 大家都就走進來 然後他就問 一個很好玩的問題 他就說 這個情況是唐振偉嗎 就有認識我了 我說是 他說價值上那些啊 怎麼都 都這個 沒有辦法買啊 就是 這個找不到人可以付錢 我說 你要刷QR嗎 因為我們現在是 就是線上訂購 然後這個 他會送到你家裡 但是就是 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就像是逛花室一樣 他看到門開著 他就進來了 然後 覺得說 賣花的不在 那去哪裡買 對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很好的概念 就是說 他當然不會到二樓 我們辦公去 進駐團隊 也是有他自己的空間 就像你說的 它是一個門檻 這個門檻 可能真的只有在做 社會創新的朋友們 自己彼此交流 但是我們在一樓 還是留了很多的 展示性的東西 然後讓一般的民眾 在來的時候 都可以 不管出錢出力 至少花時間 多了解一下 社會企業 所以我想這次亞太論壇 也是一個類似的想法 就是說 也有一些事情 是可以讓周邊的朋友們做的 他不一定是 付非常高的錢來 去參加全部的一場 但是也有一些東西 其實他們可以 在周邊是一個 我們叫Site Event 或者一個Wayness 等等 但是同樣的 這只是一個大的框架 那怎麼做 還是要看主辦單位 謝謝 剛才講到這邊的空間 我記得我們在討論這邊的規劃的時候 是不是有討論可不可以實體分售的可能性 目前那個規劃上 這個有辦法排除嗎 就是說法規上有沒有限制 你如果現在是用行動支付的話就可以了 目前的狀況是用行動支付的話可以 因為他沒有現金 對 那實體的話 如果你要拿現金出來 那這樣子就會這個 就是把我們的那個行動支付率往下拉 這個TBI就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現在要拿現金出來的話 我們還是要去跟台北市政府 去做申請說 這個區裡面30% 拿30%化成商業使用區 之後就可以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說 因為這整塊東西都是文化部 其實我們這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是許許多多個文化實驗中心的其中一個而已 所以我們這30%其實是要跟大家共用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能我們自己做決定 我們要跟所有其他的實驗中心 一起喬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一小塊去賣 或者大家一起去某個廣場賣 或怎麼樣 那這個確定之後才能做 那以我的理解 其他實驗中心的執行團隊到位 應該是明年第一季的事情 所以我們可能 那個時候才能夠提出申請 那個規定是說 比如說它是使用哪一個辦法 或者是什麼 這個是 專家在這裡 它那個因為它那個 這裡是機關用地 它機關用地以30%的 它那個應該是 它那個坪數 我不知道是建坪還是地坪 30% 用附屬商業設施的 那要另外申請的 對 它這個之前有函視是可以 但是它是以整個園區來做通訪 所以就變成是說 我們整個這裡 文化部的所謂實驗中心 就是 全部到位之後 我們在討論說 如果真的要去申請的30%的話 我們要如何使用 要不要集中 要不要怎麼分配 對啊 不然難道我們換這邊 這30%的 要請別人都不用賣東西嗎 應該是不能這樣做 我覺得的確想像上 以要拉近一般庶民之間的距離的話 可能實地銷售還是 絕對要 絕對要 我想像上的確 就設計來講 就像剛剛講的 它希望的是更多的側價 或者是行銷 它的確需要 我說那個是電競式的 除非它習慣在網路上 不然它可能會需要 看到實際的層面 可能這裡就會有機會 那看到一定會看得到 現在只是說你付款的時候 一定要掃QR碼 或你要什麼費 對 可是對於那些 可以逛來這邊的媽媽 我到花市 從頭到尾都沒有看到QR嘛 除非我們像大陸那樣子 推銷支付 已經推到一個 一個境界了 對對對 好 那 你之前提到 聯合採購這件事情 是 就是說 我不知道目前 這件事情在政府內部 可以推到這個 這叫共同採購 就是共同供應契約 對 這個是其實採購有兩個 一個是Buy in Power Buy in Power 然後就是買到一百萬 正門出來頒獎 那個是已經在計算了 那共同採購的部分 現在就是要有兩個以上的 機關共同提出需求 然後它需求的那個產品 要證明說它有社會價值 這個社會價值有別於這個 其他的在共同供應契約裡面的產品 然後它進入這樣子一個採購流程 以我的理解就是說 已經組成了就是審議的這個專家委員會 然後去審核商品 那也有一些機關表示出興趣 大概到這一步 那具體到個案商品 他們現在評估出來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 我還沒有接到消息 對 有點 不知道怎麼去想像說 那種所謂政府採購 跟設計的產品之間 他們可能哪部分的需求會比較大 我想最簡單的其實不要把它想成產品採購 也可以是服務採購 對 那服務採購這就比較容易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想成是說 機關需要一些服務 而這個服務和比方說是促進 我也不知道就是特定族群就業 或什麼之類的 也許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想 對 那因為我們就是共同供應 並沒有限制它的供應類別 它只要能夠證明它的社會價值 它在我們的社系登錄裡面 它就可以開始進入這個程序 當然審核還是要看這些專家 對 所以其實包括勞務採購 包括勞務採購 也是可以透過 是的 我隨便亂舉例 就是說假設 因為重設計在做是這樣的 是 假設我們哪一個部會服務 它想要推廣這塊的服務 是 而且也許他們已經在做了 那現在只是說 我們需要兩個部會以上 一起都有同這個需求 這樣納入共同供應之後 第三個部會就不用再去做 就是限制十萬以下小額等等 它就可以免除很多規範 就變成是說它就是專門供應 工部門的這種需求的一家廠商 那我們現在當所謂講說 是買到一百萬是有任何獎金 就是政委會出來頒獎 就這樣而已 這個已經推廣很久了嗎 沒有這個是今年的 好像結算是十月三十一結算 你沒記錯的嗎 十月三十一結算 對對對 然後我們當時 為什麼會設定一個這樣子的 的想法 因為可能大家希望被政委頒獎 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想 我想目的是還是一樣 就是說 我記得當時中秋節的時候 這兩家都有來說 說因為Bying Power的關係 所以確實也有一些機關是告訴他們說 我們就差一點點了 這樣子 那所以剛好就可以透過這種 聯合行銷的方式去買到 那你買到之後 不管左邊還是右邊 他們一次都等於認識了十幾種不同的社會重新認識 那對於這個社系概念的推廣 非常有幫助 因為平常你買一個字 你學到一種模式 對 那像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他對於概念擴散的 這個達成率 我覺得可能真的蠻有幫助的 那我想機關的同仁 也不只機關 國營企業也是這樣 所以我也很好奇到十月底 大概結算出來 我要頒多少個獎出去 我也不知道 所以那個頒獎是 真的頒獎 是說有種很實質的獎領 沒有 就是 頒獎 沛哥你很容易 對 對 可以簽名啊 什麼 我覺得 自己覺得蠻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推行社會紀念 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是根據 社會紀念行動方案的架構做一個 因為當時的社會紀念行動方案 對 我說社會紀念行動方案 它是幾個 我忘記是到2016年 原本 就是我是說 我們現在推動上 會有一個主要的依據 依據嗎 還是說我們原本就想打破一個這樣子 我們的依據就是 所有在我的office hour 在我們巡迴的過程裡 從我們線上線下的所有的論壇裡面 大家所提出來的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人 碰到什麼問題 那個就是我們的依據 就這樣 我們的行動方案就是 就是用開放政府的方式來進行 我們不會再去說政府 比社會企業更懂怎麼解決社會問題 我們會放棄掉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這種想法 大家是平行的 對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co-creation 就是一起做出行動方案 那所以這個行動方案 它的滾動週期 就不像以前是四年 那滾動週期可能是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政府在預算規劃上 有特別是否設計還是說 有啊 有啊 你去找一下還是非常多 那我們是等於是分散在各部會 還是說它會有一個比較公正性 嗯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然後 以目前的實際的現況 它當然是分散在各部會 因為每個部會都有自己 需要解決社會問題的 那大家都看到社會企業 是一個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所以它本來就不應該在單一部會 那但是之前的問題是 就是每個部會都不太知道別人在做什麼 那這個我們已經靠聯繫回憶 靠這種虛擬群組把它解決 從這個再往外 就是要不要有專門針對社會企業的一套 獎勵機制 發言基金 信保或什麼其他的等等 我覺得那個就是回到每個部會 自己制定政策的人 他看了我們這個大框架 他也看到社會上實際的問題 他要不要來對焦解決 他如果解決了 大家感謝他 而且其他部會都看到 這個模式就可以擴散 那如果他不來做這件事情 別的部會也會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這部會 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是彼此學習的角色 而不是說某一個部會出來 好像發號施令 告訴其他部會要怎麼做 我們目前不會指定一個龍頭 那即使是Karen委員的那個版本 國發會也是協調的角色 也不是國發會以後就要當龍頭的那個感覺 對 對於那樣子的立法方向 或者是因為就像剛剛講的 公司法則是其實一直都有討論 那另外一個當然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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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在解決社會問題 只要是解決社會問題就是合作 不是競爭 我想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是三個嘛 對不對 一個是我們已經蠻確定會加這個了 對 然後以及章程的揭露等等 那一個是有資格認定 有了之後我們去有一筆 生態系相關的一個預算 那另外一個是 Jason說除了公益目的之外 要明定 負責要考量厲害關係的義務 而且定期製作公益報告 那這個話你可以把它叫公益公司 但那只有這公司型態 它不動到另外兩個型態 Karen版本是任何型態都可以 那這三個一起過 是彼此加強的 所以說 它就是說你如果用公司型態 你可以用公益公司方法來彰顯你的社會使命 並且符合某個資格認定之後 又能夠讓你的公共利益 讓整個投資界看到 所以這個是沒有差別 那反過來講 即使你不是公益公司 你還是社會企業 你只是可能不用公益公司這個名稱 反過來講即使你完全不是公司 你也還是社會企業 那所以我覺得 這三個並不互相衝突 那當然我們目前就是 以V台灣這個程序收到的意見 大家共識最高的 仍然是第一條的公共利益 以及張誠定有公益目的的揭露 這兩個是所有人都有共識的 其他的共識都還沒有非常明確 所以我們的立法策略就是 大家有明確共識的 我們問一句說 還百分之百 那個馬上就進公司法 或者是至少在這個商業司的 工作裡面去突顯 那如果還只有百分之六十的 我們繼續談 那至於說要不要像 議員提的那種 因為它是一個專門的條例 裡面還有發展基金 那些事情 你覺得 我覺得每個部會 當然也都有自己 設創相關的一個錢 但它現在等於讓國發會 又再多一個嗎 因為我對它的條例 並沒有了解到那麼細 但是我當然是覺得說 國發會就跟其他部會一樣 你如果有一筆錢 也是一件好事 並不是一件壞事 就是說 從我角度來看 這些都是互相往上加的 你沒有 我們還是做事 有的話也許我們事情 比較好做 我問一下那個 因為你剛剛 在旅程旁邊有提到CSR 對 是 跟設計之間的結合 我覺得 滿有趣的想像是說 有沒有可能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實際的案例 是說 他們既然本來就要做CSR 他們的資源是可以投到社會系列 對 是是是 有一個實際的案例 我們這邊 有沒有叫做 CSR存折的這個概念 基本上 如果要講案例的話 其實你看那個 當天開幕的時候 邀了哪些人來 那些人大概就是接下來 被推坑去 去CSR的那些朋友 那 因為我這邊 首先掛意漏完 然後第二個 如果他們都是同一個業界 他比方說金控 我講一個漏了別的 就很不好 但是 以我的概念就是說 CSR企業媒合會 目前感興趣的 包含私動會訓練 這些都已經還滿多的 因為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作為社創中心的 一開始的合作對象 對那個形象是相當加分 對那所以我想我就不講固定的名字 但是以我的理解 就是中氣處提出這個CSR的概念之後 響應的人相當多 那個形勢可能會是怎麼樣 比如說不要舉實例的話 比如說是動會那個事情 實例不太懂 對 他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進駐在這邊的社創團隊 他不管是NPO形式 合作社形式 或者是公司形式 他都會需要跟任何團隊一樣 就是法規 金管 財快 跨業網路 市政場域 所有這些東西 那他們前六個月 我們應該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business model 到底會不會 work 那接下來很重要的就是說 他如果work的話 我們要放大他 因為他已經這個model 表示我們現在同路就可以開始 撒出去了 那這個時候CSR的資源很需要的 就不只是在就是錢上面的 而是說co-branding 其實這個就跟很多co-branding是一樣 所以他有個大的CSR的公益活動 那也許就交給這些朋友們去做 或甚至裡面一些關鍵的服務 或產品是由他們提供等等 其實我們看個別的社會企業 像2021這些 其實大概都有發展出一些這種模式來 但是我們接下來是比較系統性的去做 那當然如果他們是能夠接受 投資的組織形式 民間的創投其實也是 不只是CSR 甚至包含BDE 或者是一些企業的別的部門 也都可以進來 當然procurement是最簡單的 所以我想這三個 還是看他們在前六個月 試出來的model是什麼 然後我們再去需求導向的去配合它 所以我們可以一直重複的看到 同一個模式 就是說不是說我們這邊有一些 有錢的大佬來下指導器 而是說我們有這些資源 它是一個pro它在這邊 那能夠充分發揮這些資源 也能夠說服這些朋友們說 這樣子你投一塊錢下來 比你自己去做公益基金會 這邊可以到三四倍的成數 Social impact 的話 那我想這個就會很容易學到取成 那我們很期待 DEP裡面有一些這個具體的模式出來 我們就可以講案例說 是這邊長出來的這樣 所以過去比較少做這兩塊的東西 對 過去可能就是 你如果以聚落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可能就是到這裡 或甚至是這裡為主啦 然後這裡為府啦 對 對 那所以這裡我們等於一下子 往外拉了很多 因為SR他們是有 某種程度上 我覺得有的是消耗預算式 就是說它只是 它就必須要定期性地做這件事 可是它可能以前就是 習慣性我們就是做這件事 但是它沒想到說 其實它可以把它那個社商的精神 可以發揮成數效應 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OK 對 最後問一下 我就說 我覺得社企這件事情 我自己看這幾年發展下來 好像很吃人這件事情 我就說 其實當然在很多 現在比較新推的觀念上 都有這個狀況 比如說開放政府 也一樣 就政府裡面就是 你看一個key man在 對 它這個東西才退的動 要去刮乾淨 那社企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只是比較擔心的 意思是說 當你很吃人的時候 吃那個key man的時候 代表說 只要這個人離開了 這個東西很可能就會斷層 或者是說 這個東西銜接不起來 對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在意識的建立 就是說如果現在每個部會 像開放政府 我們已經出過一個成效 就是說連署 大家面對面 坐下來談事實 而且不會爆炸 不會翻桌 這個對中央政府的朋友們 他們就知道說 你先起做一些這種討論 長期看起來 對降低自己的政治風險 對節省力氣 對創造亮點都有幫助 不一定對創造亮點有幫助 但至少 減少風險跟節省力氣有幫助 那這個意識建立之後 即使我不在 或即使是別的數位政委 他已經不管開放政府業務了 只要有過這個意識轉換的 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我們這些事務官 就會在他們做決定的時候 想一想這件事情 然後再去用開放政府的概念 去進行討論 那同樣道理 我們在社窗或社企這個概念裡面 也是說 我們是希望政府 更少用指導或補助的心態 更多的是用生態系建構 跟媒合的心態 一開始確實如你想說 這個是非常消耗人力的一個工作 因為它是意識的建立 但是我們的目標是說 即使是好比想說 空總現在這個實驗中心 他在一段期間之後 他也是整個工作的模式 也要交給民間 那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長城的一個計畫 就是說這個長城的計畫 是這邊叫做永續發展的規劃 所以等到我們到這一步了 這可能要經過三四年 但是等到我們到這一步了 他就不需要政府一直投注 人的資源下去 政府他只要不迫害這個生態系就好 政府一直當作這個生態系的一個 endorsed的一個player 但是他不是去完全是一個引導 那所以這樣子我們才可以 接下來到永續經營的這一塊去 那當然按照我們賴院長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這一塊在這裡 run到成功也許不難 但是我們要如何把這一套過程 經過三四年之後 讓全台灣各個地方都可以看得到說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做聚落 去做社會創新的群聚出來 那這個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在這邊弄成功不困難 但我們要怎麼樣複製 甚至到全亞洲到全世界 這個是接下來的挑戰 不過這個就比較遠 這個是四年以後的事情 那最後你有沒有想補充說 譬如說這下至少一年 你覺得在推展的設計這件事情上 你會把重心重點 或者是說 你覺得那個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對我想最重要的東西還是一樣 就是說那把大三是越來越大 它的散源碰到一些我們平常 我們過去幾年不會說是設計圈 對不對 我們以前說設計圈可能只有這麼大 對那當然我們現在就是透過各種方向 往各種地方去尋求連結嘛 往這個公民科技 往CSR 往國際性的NPO 往SDGS 往國際性的這個合作運動等等 那我們沒有排除任何人 我們把它散做大 做了之後 我們還是希望這個三股 就是大家是一起團結 在一起解決社會問題的這個東西 也不要散掉 那我想這兩個是互相 它是有著微妙的緊張關係 就當你越多 平常我們不熟的人進來的時候 你又會擔心說 那他來真的是對大家好嗎 可是反過來講 你若不是有那麼多一直性的人 中間的這個共同的願景也很難凝聚 所以這兩個就是很有機很動態的在做 那如何去又能夠擴展又能夠凝聚 那我覺得這是目前 接下來一年最重要的動作 好 趙偉大好 謝謝 謝謝 總委可以你們 我可以 我可以 你非常放心講沒有 那剛剛我 你跟你們都 你一下 第一個是說 那個活動 是不是免費這些單位 我覺得 你不要寫得那麼 不是 你用SANY的話去講 好 沒問題 這不是他決定的 對 你要去找SANY